陳宇要問阿爸老師的問題是 素材的蝦仔 都有這個鍋牛 要讓鍋牛吃掉 可以噴什麼? 沒麥造嗎? 對 就是這個東西 有的人說放蝦蝦蝦 蝦蝦蝦比較難贏 我們把蝦蝦用蝦蝦蝦 throws 這種你噴一噴的 她都晚上會上去 很討厭 當然你可以 因為選手蝦蝦噴 你肚牆П拿一些 這種蝦蝦蝦 蝦蝦有兩種 這個蝦蝦 她每天這樣心 更有可能 我們可以來幫她 稍微注意一下 有人说用草木灰 我们专业在台北的时候 草木灰没什么厚 咖啡渣 咖啡渣有什么不太喜欢 但是效果比较有限 所以你可以去噴 把它噴噴 当然放一些油 其实效果 目前起来就是 既安全又有效 那么这通常就是 我们的植物的造数 简单说就是 荷地争 荷地争其实是植物的造数 但是这浓度比较高 大概一般浓度没这么高 这浓度高 然后你来噴 大概500倍 500倍到600倍 有的人比较薄 1000倍在用就都可以 1000倍在用都可以 那么有的 比如说大质的 你如果知道 它是大质 那种非洲大蝸牛 那种噴 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噴荷地争就不好了 那种蜂蜜 蜂蜜 这种噴这都有效 你如果是一种非洲大蝸牛 很大质的 这个效果就比较有限 所以我来说 我们都会叫你用这种 这种既予权的耳季 这另外这个 怎么没有呢 纯的这种蜂蜜蜂蜂蜂蜂 蜂蜂 这种来噴这个 其实都是有效的 那么神祭 神祭我们 这个好朋友 跟这个蜂蜜蜂蜂这种 那么他含这个蜂蜂蜂 去灌 去灌 灌在那个作物里面 他发现说 他以前 他很厉害到沙蜂蜂 现在哪层较没得到 差很多 这个在学理上是 对这个科学上是解释得通的 他在问他 是不是灌了之后 这个双蜂较没得到 有可能 因为这台里 这植物的一个灶肝 那么这种东西 对土壤线蜂 其实 他本身会让他 我们在说话 会落伤 那么对线蜂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这个效果 算是 这是更天然的 这个东西 那么基本上 也是可以去用的 所以你先了解到 所以你查看 如果是沾蜂这种 这蜂蜂这种 这蜂蜂蜂效果就很好 你若是 这个非洲大蜂蜂 这通常 你会看到 金金 暗时 他都暗时出来 这时候去美丽 土地 你暗时去 去找出来 去给他 给他捏捏 这应该也是 不然就用 这个聚全 这种蜂蜂 这帮他捏 这个漏蜂 这大概是 这样 这种 处理的 方式 提供 给我们提供朋友 管理上 做参考